以往学习是件麻烦的事 不但要挑选补习班环境 还要挑师资 现在就有业者推出数位学习平台 在网络上不限时 不限环境 只要你有空就可以学习 而且平台业者还利用了数据分析 设计订阅销售漏斗建立 与线上学习成就系统 帮助平台的创作者 制定更适合使用者的学习专案 由网红经济所打造的数位学习平台 现在一个月的订阅额 可以冲高到一千两百万元 到底怎么办到的 带你一块来了解 哈喽 我是阿滴 我是滴妹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你喜欢英文吗 我们认为要喜欢英文才能学好英文 我是合格证券分析师老王 我也是一个长期专职投资的 一个专职操板人 在这个网络平台上 你可以学语言也可以学理财 还有生活中的大小事都能在云版里学习 我们的平台是在做知识付费 那知识付费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是一个知识服务 我们上面我们会找非常多的知识专家 上到平台上 然后定期的提供带装饰的内容 然后让用户 让付费用户可以持续的学习成长 看见网络学习的商机两年多前 林鼎君与其他合伙人带着团队打造这个知识付费平台 现在目前的资讯是发展的 要联络散落在各处 而为什么我会说是知识服务 是有一个可被信任的 不管是YouTuber 不管是产业专家 把这些资讯收集起来 归纳整理跟提供一个观点 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会说是知识服务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知识不值钱 但是让知识变得非常有趣 而且可被吸收 值钱了要死 原本经营音乐募资平台的他们 因为大环境改变 愿意支持音乐创作 发行CD的群众越来越少 面临现实的考验 事业体不得不转型 因为我们认为内容产业会随着科技的进步 会产生板块的移动 举例来说现在大家目前的目光 很多的目光会聚焦在网路上 例如说会看YouTube 会看Facebook 大家最后会粘着在手机上面 然后呢 所以我们看到的商机就是说 因为这板块移动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切入点 所以我们就再提前在新媒体内容上面 去做布局 当时靠着接案操作的方式 成功签下这群人的经济约 于是领领珠带着公司 往网红经济事业发展 我们现在目前是分成两个事业的部分在运作 一个是娱乐创作者的经济服务 基本上这是单块 这是在一开始跟我创业背景 是有直接相关联系的 对 但是因为付费平台的部分的话 是中间的一个转折点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在娱乐上 就是一直持续的付费打赏 这件事情是很难走得通的 然后呢 所以我们是希望透过提供对价性的内容 来帮助用户达到自我成长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对价关系 是比较好 而且比较长远的 我现在就在打每天中午 我一定会给这个订阅用户的 看了这个财经引爆 每天一篇专业理财 分析大广走势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解读总体经济 遭动投资方向 这是目前平台上 最多人订阅的学习专案 每月订阅额超过百万 后来我们研究一下 这背后的付费动机 是因为现在有太多的咨询 太杂乱了 那 所以他们很多的 他们的付费的学员 他们是希望透过 老王的指导跟教学 可以获得更多正确的理财知识 而且也在股市动荡的时候 他可以更及时地去跟他 去做一些咨询 除了老师每天所提供的资讯 选业们还可以透过私讯 直接跟他互动 我觉得整个股市上面 要有整个及时性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LINE的及时回答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还蛮坚持就是使用者会要付费这个 这个主题是非常正确的 其实一年前 证券分析师老王就是看见了台湾知识付费的市场商机 于是主动向林鼎君提案 愿意与他们一起冒血 说真的 我是不知道这么多钱 因为目前来看 我好像是第一个 把这个文字变成一个所谓知识付费的一个开始 所以当时我是战战兢兢的 可是我常认为是这样 就是因为没有人做过 你才会去做 那如果有人做过 你才会去做就是模仿 那我愿意 要吗我就当他第一个 那第一个的话 你成功或失败 其实没有什么 至少你尝试过 渐渐的这套机制 受到消费者青睐 林鼎君也透过网路使用者的习惯 制作了一套订阅销售漏斗建立的数据分析 在第一层的部分 我们会先去监测 多少的流量进来 产生了多少的注册会员 到第二层 注册会员里面 又有多少人会愿意去 为平台上的内容去进行付费 付费之后 我们再回报看的是 它的流存率有多少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就是 我们也希望这些付费会员可以不只是对单一计划产生付费 也希望可以在平台上产生多个方案的付费 所以我们会去监测说这个会员是不是对其他的方案产生付购的动作 分析出来的数字有助于平台上的作者了解使用者特性 进而定制更适合的学习方案 知识付费 其实说白了就是知识服务 那但是你做了并不一定会有人要看 所以我们只能透过数据分析的方式 相对客观的知道我们要如何再去翻新这个付费方案 或者是去提升这个内容品质 针对订阅者林鼎君更定立了线上学习成就系统来鼓励消费者上站学习 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数据分析的方式去记录会员它的上站次数 跟它的完课率 那透过这两个数据的监测 然后我们可以给予更多的优惹 例如说今天假设你可以在一周之内 连续登录平台五天的时间 然后那我们就可以给你更多的优惠 不管是送你赠品 或者是送你额外课程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非常愿意去做的 也因为崭新的服务 让它获选为经济部商业司服务创新研发计划 成功获得政府资源协助 由网红经济所打造的数位学习平台 这样的创新市场与服务模式 也让大家看见科技服务的上级潜力